I said don't go baby my heart's wide open for you 官方剧透 12月23日的New Day 我们会发布我们的行政旗舰车ET9 刚才大家已经在23年的New Day上 看过这个狠角色了 它就是未来的ET9 是不是之前都已经听说过这辆车了 可能大家一开始的时候都知道 它是打78SP的这么一个行政级的轿车 但是一看它的车头 你是不是也会觉得 这是行政级的轿车吗 是的 我看到的感觉跟你一样 我也感觉说整个车高高了 是的 这台车它的车高有1米62 车长是在5米3左右 它轴距是在3米2 就是它的这个车高 其实已经就是远超于我们对于D级轿车的一个认知了 我觉得它更多的有一点点就是像一个跨界的一个感觉 或者有点像什么就是这两年流行的一些轿跑SUV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地级车 然后我们再来感觉一下 就这台车车宽非常夸张 它已经做到了2016的车宽 而且我们在这台车上 其实最重要的一些东西 就是除了你来感受它的这种外形的张力和气场以外 其实每一次的这种行政轿车的推出 它并不光是说我把内饰的用料堆到多么的豪华 它从来也都是科技的旗舰 你往前看 你比如说你看S级也好 或者你看宝马7信也好 就是它历来去数以前出现过的那些经典的车型 一定会告诉你的是什么 告诉你的是我在哪一个时间的节点 推出了什么当时特别领先 特别牛的科技方面的技术 这台车也是一样 今天这个门是打不开的 所以为什么要来讲这一部分 就是要跟大家讲讲 它在科技旗舰方面是怎么领先的 咱们都知道未来是搞什么的 是搞深度自研的 那它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 首先它给咱们带来了的是 三颗激光雷达 除了最早就是未来提出的 这个亮望塔式的这个结构 它这次在左右两边的这个位置 也加了一个这种侧后方的激光雷达 它整个全车的这个探测 已经变成了350度 其实它侧后方的这颗上头 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到 而且它这还有一个鲨鱼塞 它其实一个是能够导流 还有一些它能够给刹车盘 带走一些热量的这种作用 它现在就整个给你做成了一种 这个集成式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在车头的这个地方 还增加了一颗4D的 好米波的成像雷达 就是它能够在极端的天气下 它的探测距离能够更远一点 而且呢 这次虽然是车门不能打开 但是它的好米波雷达 用到了它的感应的车门上 我觉得你大概可以把它理解成 有一点像宝马七系的那种 就是你碰一下 然后它是一个电动门 自己来打开 就是它的好米波雷达用在这个位置 就是也是能够防止说 你会不会撞到人啊 或者会不会撞到一些过往的车 而且这次它也是增加了一个前备箱 但是它的这个前备箱也是一个感应式的 而且它现在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高阶置架的这个芯片 它是一个全球首创的一个车规级的 是一个5纳米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灯 其实大灯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两年的就是各种的远近的这种自适应 它是能够做到什么 你比如说我时速60以上 我开了远光 可能别人的照射距离在三四百 我能够照射到五百 但是不同的是啊 以前呢 可能我们会点亮一些地方 会把有一些行人啊 或者其他车辆怕影响到别人的地方 我们把这个地方会做一个暗部的处理 但是现在能够做到的是 我不是把整个影响到别人的这个车把它按掉 我只是把它的上半部分 就是比如说会影响到司机驾驶员的这一部分 我会把它按掉 但是车的下半部分 我还是把它打亮的 而且它在城市里边啊 我相信有一些同学 比如说你在晚上 你有散光的话 你进光灯 你一定希望它能够更亮一点 它能够从原来的五十米左右的照射距离 现在能够提升到七十米 而且它的这种大灯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欢迎式的这种灯雨 一顿洞以外 它能够跟车外的行人有交互 我们现在都提倡礼让行人 它能够就是做到我礼让行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会感觉说 行人它有一个迟疑 它会觉得说它是要让我吗 它能够它的灯在前面就打出来一个人形同道线 我相信这个就是大家会感觉说 这个是一个地级车 这个级别的车应该玩的东西 再有就是它这次的这个轮骨盖 它做的是一个这种自证式的一个悬浮的轮骨盖 大家都知道劳斯 劳斯的就是那样 我不管你怎么跑 是吧 我的轮骨盖始终是朝正的 其实咱们之前也有厂商尝试过这种技术 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是供应商它的能力的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跑起来虽然是正的 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这种晃 就是它的这个 现在跟劳斯的供应商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它现在是有一个叫天形底盘 它天形底盘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线控转向 它是咱们国内首个通过MIIT认证的线控转向 就是通常方法盘这样是吧 这样是180度是0.5 它是就是最多啊 左右都是单独能够打到就是0.6 也就是240度的一个角度 防止什么 就是防止你交叉手 但是它没给你一个就是半个这种方法盘 它给的是你整个的一个方法盘 就是防止你有的时候像你比如说我掉头的情况下 或者说我原地挪车的这种情况下 我一抓上面抓空了的这种情况 而且它是有后轮转向的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车 它必须得有后轮转向 它的后轮转向是8.3度 它的转弯直径是在10.9米 而且咱们记不记得就是之前保尔街帕美它出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哇这个它的全主动悬架 这个挺厉害的 就感觉就比以前我们看到的 就是麦巴赫上那个能够跳舞的悬架 就折腾的还要厉害 但是它那个实际上是一个工程师的一个演示模式 就是它拿着手机来给你就是表现一下 说你看我的这个怎么动 它就怎么动 现在未来的这个全主动悬架 是要比帕美的这个做的还要领先一代 它也是在每一个轮子上 就是有一个这种电动的液压泵 它对路面的这种识别和翔的速度也是没问题的 就是它能够有一个什么 就是如果说你在车里边看电影的话 你能够感受到是像迪士尼 或者是像《环球影城》里边的那种 5D的观影模式 但是它给你的并不是说 我只是单单的就是我座椅的这种振斗 它是整个来自底盘来自悬挂的这种 然后来结合着你电影你看到的这个东西 它给你一个适配 是不是感觉这个听起来还挺新鲜的 它线控转向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次不是没有转向柱了吗 就是它翻腕盘可收缩的这个距离 大概有15厘米左右 所以说主架这个位置 它上下车能够更方便 然后它的腿部的这一部分的空间 就能够更松快一点 还有就是这一次 它的整个的悬挂的距离 就是当你上车的时候 它是能够往下降50毫米的 然后它同样就是也能够往上升40 就是整个的这个调节的行程是在90毫米左右 而且给你看一个 尾部的这个位置 它还有一个尾翼 就是这个级别的车 有尾翼会不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这一块它其实是可以升起来的 它是叫一个额颈式的一个尾翼 我觉得叫额颈应该是说 它的可调的这个尾翼的这个范围 应该来说是比较大的 而且它整个的后窗的角度 就我觉得它真的是对后排的这一块的保护 做到了一个极致 就以前咱们老说 说我通过这边的这个C柱 就是我不能让你看到后排坐着的这个人来凸显它的尊贵 虽然你觉得你从这个角度你也看不见 内饰里边呢 它也是就是行政的这种四座版 而且它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天空岛和行政桥 就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要是有观察过 像就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飞机 尤其是大飞机上面 就是它上面 整个上面会有一个这种灯带的给你点亮 它也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它这次坐的非常非常像航空座椅的这个感觉 因为整个车宽已经坐到了2016 而且是四张椅子 就是四个椅子都非常非常宽 还有就是它的第二排的这个椅子 它有未来的一个专利 就不管你是跟宝马七系也比 你去跟麦巴赫比也好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后排椅子 它叫滑翔的这个角度 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整体是放倒的这个角度 它是能够坐到45度 可能别人能够坐到43度41度 就是它能够让你整个全身放松 躺下来会更舒服 还有就是咱们以前理解的座椅加热 是不是你就觉得说 那就是我整个身体接触到的这个地方 不 它这次是包括你左右就是行政桥连门板的这些 只要你能够挨着的搭上的这些位置 它通通给你加热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说的这个按摩 八点式的按摩 十点式的按摩 我觉得这次后排的这个座椅 更像是就是这种 你买的那种高级的那种按摩椅的感觉 它是整个全身的一个放松 就是整个的车坐高了以后 它不光是说没有传统的行政级的轿车 那么的老程以外 它还有一点 就是它能够坐到门打开以后 平进平出 因为现在这不能看 所以就给你讲一下 就比如说你要上一些行政级的 比如说像缆胜 那你低脚 可能你就上去 它大概的那个臀点的位置 是在八百多 那你如果说 你要坐一些行政级的车 它可能在四百多 就是你要么就上 要么就下 但是它就是等于是 我正好坐六百多 就是我直接就能够坐到椅子上 它可能进出能够更方便一点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我其实也挺好奇 它那个地板的高度 到底是在那个位置 而且我之前看了一个动画 就是当车门打开的时候 它不是中间有一个这个行政桥吗 它行政桥上是放着一块平的 但是咱们以前见过这种行政车上放的平是什么 是就真的是平放 你可能要按一下把它取出来 它是跟车门联动的 只要你车门打开 行政桥上的那块平 就能从平这这样放 就直接就翘起了 而且以前咱们老觉得说 未来二排好像平少 这次二排总共有三个平 但是豪华车都脱离不开一个东西 就是氛围感 但我觉得它这次氛围感的传达 就你觉得特别的到位 非常的有感觉 它做了一个叫skyline的一个东西 就是天光硬化 就是我理解说 它其实比较像EM90 或者有点像奔驰S级 就传达出来的一些场景化的东西 但是它们的场景呢 可能是要通过我的中控屏去传达出来 但是未来这次除了我有这个主的这个屏幕以外 它的这个skyline是在后面的这一块 还单独有这么一块屏幕 就是以前咱们要聊氛围的话 说我会通过光去给你一些东西 但是这次我觉得它是通过一些动画 就比较像一些溜的图 就我在不同的场景下 然后我配合不同的图 就我即便车在行进当中 它的这一块整个的车厢氛围 也跟我们以往看到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咱们大家都觉得现在国内在卷800伏是吧 现在未来带来了国内首个全域900伏 而且它最高的带宽已经做到了925伏 就像我们说的像电机电控线束 DCDC这些所有的全部 它的最大的功率能够到达600千瓦 在800伏的时候 大家就讲说三分钟冲到多少 五分钟冲到多少 但是我觉得它的抢电是要比别人更厉害的 就是不管我遇到的这个装它的功率有多大 我冲的都要比其他的车快 很多同学一聊电车就觉得 你们为什么不讲讲核心讲讲安全 这次它的这个旗舰在安全方面也提出了 首先啊白车身的抗扭高度做到了52,600 还有就是它提出了一个航空标准的一个安全 就叫七重冗余 像大家说的驱动 制动 转向 配电 感知 包括它的通信和计算 这些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极端的情况下 每个系统它都是可以单独工作的 而且包括它的气囊弹出来的压力 和它安全带的这种拉力 它会根据比如说不同的碰撞的强度 不同的碰撞的场景 包括车上坐的这个人 高矮胖瘦身形的一些不同 这些都会有变化 这次电池也换了 变成了远柱型的就是46105的电池 其实你要是关注了宝马的新车 你会知道其实宝马马上也要做的 就是这种远柱型的电池 能量密度高 续航增加 而且支持5C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未来怎么来了一个这么高的一个车 来了一个ET9的一个车 我觉得他们已经深耕 就是自己的这种深度自研很久了 他们就是要把自己的 不管是全球领先也好 国内领先也好 就要把自己的这些摇摇领先的技术 放在一个能够承载的这种地级车上面 而且如果你要是看未来最早 不管是它是那会儿出EP9也好 或者它后来出ES8也好 它其实都是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 其实你就是应该把你所有的最顶的东西 放在一个最旗舰的车上 你不能说把这些东西从ET5上 从自下而上这样往上走 而且你放到就整个电动的 D级车市场上面来说 我觉得未来在国内不光是新势力里边 就是其他所有的品牌当中来看 你觉得它是最有可能来去打BBA的 以前咱们一老说BBA就老提什么34C 现在以目前新能源出的这些价格来说 你觉得34C已经不在话下了 但是在现在所有的这些品牌当中 未来它是最有可能是能够直冲到BBA腹地的 就是咱们说的78S这几个量级的车当中 你认不认同这件事 因为未来它一直都是不做低端车型的 它从来都在坚持双电机 这台车也是前面的电机180 后面的电机是340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就是在我们国内的30万以上的车的销量占比当中 国产品牌 未来它的占比是已经达到了40%的 所以从它目前的这些高端用户来看 它是可以去冲地级车的 它比任何一个品牌都更有冲地级车的可能 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像支持摇摇领先一样 就是去支持我们的国产在深度自研的这些品牌 我觉得它们真的是来在技术方面 就是想要下一盘更大的棋 就如果说你拿的都是别人的东西 你都用公共商的东西 那你最后真的只能卷什么 是能卷价格了 One day my moon two day more two day one bay three day a будет two day one bay emoji